GOOGLE MAP可以稱得上為世界上最好用的地圖之一 如果你仍未適用的話 今天這條片就適合你了 另外我也會分享幾個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GOOGLE MAP小功能給大家參考一下 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其實一個基本的使用方法就是 按下這個按鈕 然後輸入你想要去的目的地 GOOGLE MAP就會顯示幾種交通方法的建議路線給你選擇 還會有行車時間 大家就可以根據你的需要去選擇相應的交通工具 但如果你已經去到目的地 但又找不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一樣的 你就可以輸入例如北角街市 在上面的地方你按下這個人仔 這樣就會顯示一個行人走路的路線給你了 那你就可以跟著這個方向去找你要走的路過去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GOOGLE MAP還有一個非常實用的功能 就是即時路況 為何你的朋友會知道哪裡在塞車 其實你也可以的 只要打開了GOOGLE MAP的選單 然後如果你按了公共交通工具的話 就看不到路況 但如果你打開了交通資訊的這個按鈕 就可以看到了 紅色就代表塞車 而綠色就代表交通信帳 幾乎所有的主要鋼道都有了資料 非常之方便 有沒有想過如果你非常之想去廁所的時候 附近有沒有商場的話 那你怎麼辦 其實GOOGLE MAP是幫到你的 只要你在搜尋的地方輸入公共廁所 它就會自動列出附近所有地區的公廁給你找 GOOGLE MAP還有一個其實你未必會知道的功能 只要你打開了選單 然後點選你的時間軸 就會見到原來它無時無刻都會記錄你 每一天幾點鐘 去了哪裡用了什麼交通工具 以及停留了多久 其實都挺恐怖的 如果你想要關掉它的話 首先你要在你自己電話的設定裏 找回GOOGLE MAP 然後將你的位置調整為永筆 這樣都還未完 然後你要回到GOOGLE MAP 按你的時間軸 點選右上角的這個按鈕 進入了設定之後 將你過去的時間軸記錄全部刪除了 並且將你的定位記錄設定關掉 這樣就萬無一室了